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用皮蛋搭配愣豆腐,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简单又美味,补盖又下火,少油还减脂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您厨艺就能学会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今天的主要食材 四个皮蛋和一块愣豆腐 再来准备宝宝爱吃的群的菜,用山泉水给它泡发 每次只用一丢丢,就能泡发一大碗 含干量是牛奶的十倍,所以我们要多给孩子吃 泡发好以后,我们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然后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愣豆腐,给它改一下刀,切成小四方块 接下来准备小料,两颗蒜子,用刀给它拍扁 一小头生姜,一小头生姜,同样用刀给它拍扁 再改刀,给它切成姜蒜末 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再来切点小葱,再来切点小葱,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给它放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个口模,给它切成薄片 加点口模,做出来,汤会更鲜 切好,给它放入盘中 皮蛋,给它去壳 我们挑选皮蛋,一定要挑选这种松花皮蛋 做出来,口感才会好 食材备起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老砂锅 往里面倒入少许的山茶油 油热之后,下入一个皮蛋 两个皮蛋,三个皮蛋,四个皮蛋 稍微开中小火,慢慢的给它煎一煎 煎至定型,然后再用铲子给它捣碎 把皮蛋,给它煎香,煎透 一定要给它煎香,煎透 一定要给它煎香,煎透 这样炖出来的汤,才会浓白 煎至像这样,表皮微黄 然后我们再下入口馍 葱姜蒜也倒进来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一下 把葱姜蒜的香味和口馍的香味给它煎炒出来 炒至食材,像这样滋滋冒油 然后我们往里面倒入滚烫的开水 水我们一次性给它加足 中途加水的话,做出来口感就没那么好了 像这样大火煮开以后 我们再转小火 然后接着把豆腐给倒进来 再次煮开以后 然后扣上盖子 小火,先给它炖六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 哇,现在汤炖得非常的浓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我们把泡的群的菜给加进来 再给它搅动搅动 让群的菜泡在汤汁里面 给它煮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我们再简单调味 下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胡椒粉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加啦 就吃它本身食材的鲜味 出锅前,我们再下入枸杞和葱花 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鲜美又好喝的 皮蛋豆腐汤 就制作完成啦 这样做的皮蛋豆腐汤 鲜美好喝又营养 特别的补钙 家里有宝宝的 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感谢观看